这有两个模方 我们今天要把它的 这一层浮位 我们用的方法了还是 RH for T Right hat for Tens R U Uper U Upside R Right side F Front side L Left side 这是我们的参照器 现在有两个模方 两个模方已经完成了一个黄的十字 这个黄的十字 这个 边块是黄的 而且我们看在侧面 这个 这个颜色是通下来的 通到中心的 绿的颜色通下来 红的也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一个 黄的十字 是我们上一次 是我们上一次 第二次的 那个 视频里面了 讨论过 如何实现 今天我们要把 这四个边块 给它找回来 让它的这个面的 也是黄的 侧面了 哎 要和 这四个 这个侧面的 中心块 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 要这样 后的模方 把这个黄的面 让它 朝下 我们总可以 旋转这个 哎 我们找 我们看 现在 找到一个是 蓝的 红的 黄的 蓝的 红的 黄的 那么它应该 带这个 我们的 厚的模方 这样厚的 R U A U A P 下来了 但是颜色取向不对 再来一次 R U A U P 它又上去了 R U A U P 好 我们要找到 红的 蓝的 红的 对 到 回来 现在上边还有一个绿的粉的黄的 那么 绿的 粉的 黄的 那么 这样 它要给来这边 这是它的夹 我们这么厚的模方 R U A U 下来了 下来的颜色取向不对 我们继续来 R U A U 上来了 再来一次 R U A U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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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红的 现在还剩这个 在这边了 好,我们这样厚的模仿 这是蓝的,粉的,黄的 它应该待在这个位置 R,U,R,U 好,经过一次 我们看,这是黄颜色的 这是一样了 脚块的这一层颜色 我们对这个模仿来说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好,我们看这个 这个模仿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模仿 黄颜色的十字架 向下 我们先从上面找 找到一个黄的 注意啊,这还有黄的 它都要来底下的 我们先看 红的,蓝的,黄的 那么它应该 红的,蓝的,黄的 好,接着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来操作 R,U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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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,U R U, upper, upper, upper 好,这块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看上边还有是粉的,绿的,黄的 绿的,粉的,黄的 那么好,这样后怎么办 R U, upper, upper 再来一次,R U, upper, upper 好,继续,R U, upper, upper 好,这个也到了,粉的,绿的,黄的 上面还有粉的,蓝的,黄的 好,粉的,蓝的,黄的 它应该在这位置,这么厚这么方 R,U,U,P,U,P 好,我们尝试一次,它就回来了 现在还有一个,在这边 这是红的,绿的,黄的 它应该下这里了 好,这样合同模仿 R,U,U,P,U,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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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个模仿 第一层就完成了 我们只用了一个操作 就是R,H4,T 只用了一个操作 就把两个,这两个,四个角块 都给找回来了 位置,然后找到了它的位置 待在它原来的位置 颜色的取向也完成了 待在它正确的 颜色的取向的位置 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么多 好,好,好,好 好,好,好,好